各位在場的市民 各位嘉賓 大家好 很多謝大家光臨今天的虛視論壇 其實虛視與香港人息息相關 亦都是這一兩年來很多民間的關注 但是今天為何特別有這個論壇呢 除了對於我們長遠的虛視政策 其實有關心之外 亦都是特別關心過年就快到了 1月28號 我們今年的虛視其實又是怎樣去落實呢 政府近這幾年其實已經不斷放風 說它是會去放風虛視的政策 知道民間有很多需要 它自己其實已經做了很多的研究 有研究報告亦都顯示 當經濟下滑的時候 其實基層的市民是很需要小販的工作 虛視的政策去配合 令到他們是過到生活 他亦都是研究發現 對旅遊業是有關係 是能夠振興大旺旅遊業 亦都是能夠令到社區關係活潑一些 種種的虛視的好處 其實政府是一早知道的 但這幾年一直都是指紋流梯響 不見有人來 究竟令到我們的虛視政策遲遲不落實 是甚麼原因呢 究竟長遠的虛視政策 又應該是何去何從 怎樣去落實呢 我們在座其實有很多嘉賓 既有是立法會議員 九龍西的毛孟靜小姐 亦都有郭嘉琪醫生 就是我們虛視小組 去動議我們立法會有一個虛視小組的議員 亦都有民間很多其實已經在推動虛視政策的 很多的組織 譬如有葉寶林小姐 以及有趙小婷小姐 我們一起去講一下 究竟長遠來說 虛視政策應該怎樣落實 而更加關注到的就是 今年過年 其實政府呢 先排最近 就提議了在麥花省球場 是搞一個熟識的虛視 但是呢 當區的區議會呢 竟然是反對的 那究竟當中的 漏幣是甚麼 好處是甚麼 我們應該怎樣去修正政府這個方案 令到我們民間過年的時候 是有一個熟識的虛視是可行的呢 究竟整件事應該怎樣規劃呢 我都很想加給在座的嘉賓去討論一下 那不如就每位嘉賓講十分鐘他的意見先 五分鐘先 五分鐘先 好啊 那我們不如由民間做開這些虛視政策的 虛視推動的代表人物講一下 趙善婷小姐講一下先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那今天呢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虛視了 這樣 那其實 甚麼是虛視呢 大家覺得 其實呢 有一塊吉的地 人呢 就在那個吉的空間裡面聚集 無論是買賣啦 無論是我們今天交流啦 還是是放電影啦 那只要呢 就是古語有雲就是三個女人一個虛 那就是虛的出現呢 就是在一個空間裡面有多人的聚集 但是呢 似乎呢 香港呢 要這樣聚集 是很困難的 是的 我們就算在屋邨裡面 現在要搞一些活動 都會問你 你有沒有申請啊 你是不是一些註冊的團體啊 這樣 那彷彿呢 我們在空間裡面呢 進行一些公眾的活動 越來越困難 是的 但是呢 其實仍然呢 在 合逢裡面呢 仍然有很多街坊呢 透過不同的方法呢 是出現在不同的社區裡面呢 有形形色色的虛史的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有些什麼種類的虛史啊 有沒有聽過天光虛啊 舉手看看 有聽過天光虛的 啊 都有朋友 有沒有人聽過午夜虛的 是 龍虛 是的 哇 去了 其實呢 香港很多認知識的虛史 是存在著 不過呢 好像我們很難見得到 那樣 那因為呢 他們很多時候呢 現在是不見得 Hun 那如果大家有聽過呢 就是深水埗 是在香港十八個區裡面 在第一個呢 成功在區議會上 通過到一個叫 健光虛的試驗計畫 有朋友有聽過 健光虛 是的 為甚麼它會叫健光虛呢 你看到光嗎 終於見到光了 因為他本身是見不到光的 現在高永民自從在上一屆立法會的小販政策委員會 說了支持虛視之後 他現在把整個權責下射到區議會 只要區議會通過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社區裏面做虛視 大家覺得這個說法好嗎? 不好 不好,為什麼不好? 他一言堂 他說可以就行,他說不行就不行 自從高永民局長說了區議會通過的話 政府願意配合之後 其實有四個區議會是有團體交了計劃書的 包括離島區議會、北區區議會、深水埗區議會和元朗區議會 但大家知道其實在這四區裏面 只得深水埗區議會和離島區議會 是成功做到的 到現在為止 這個經驗告訴我們 就是做一個虛視 不是單單是區議會推動就可以的 大家知不知道做一個虛視 要涉及多少個政府部門 四個 大家猜猜 四個 四個 太少了 十個 包括借用場地 譬如今天那塊地 是屬於地政署的 康民署 路政署 食環署 你首先要查 之後你要拿牌照 之後你要看消防 你要看民政 即地區的持份者 你要看燥陰 環保署 你要看警方 秩序 人流 還有機電工程署 還有機電工程署 看看你煮不煮食 煮食又要看你是不是明火 是不是電的 然後還要看你有沒有搭建物 如果你搭建物 又要找建築署各樣給意見 所以其實每一個部門 其實都好像有關係 但現在我們的高詠文局長 是不是看了那麼多部門 不是的 其實很多部門 是out of他的權責 所以就算高詠文想推也好 其實有很多處方 不是在食慧局裡面 其實是很有困難 我們看回這次麥花審這個熟食虛市 其實當中是有兩個死結 是處理不到 所以導致那個失敗的原因 第一就是現在沒有虛市政策 究竟搞一個虛市整個流程 整個程序 申請的方法 有什麼機制呢 到現在為止 香港都是沒有的 第二個死結就是 過去這麼多年 政府已經在熟食牌上面 沒有再發一些大排檔牌 沒有發一些流動小販牌 以至到要入場的朋友 要在合法的框架裡面 只可以是一些食物製造廠牌照的朋友 才可以進場 那誰會有這些牌照呢 這裡在座有沒有朋友有這個牌照呢 是的 通常呢 通常呢 是一些可能是 會做一些大量生產的廠商 或者是一些大的飲食集團 才會有的 就算呢 平時我們街邊的一些小食店呢 都未必會有這個牌照 那所以呢 這次高局長建議那個方案呢 是要辭食物製造廠牌照的朋友 才能做得呢 其實是令到很多小市民 或者過去大家新年 在街頭吃那些熟食小販呢 是沒有辦法進場的 那所以呢 而且一個名額只有40個 那大家覺得夠不夠呢 不夠 全香港只是在旺角一個區 只有40個當販 而且那些當販呢 很可能是平時大家吃的 M字頭啊 大字頭啊 那樣 那所以我們很擔心呢 無論做不做到都好 最後呢 是做不回我們本港特色的一些熟食區事 我趕著這裡 謝謝 多謝趙善婷小姐 那不如葉寶林又說一下 你怎樣去看我們長遠的虛視政策 好啊 那在旺角街頭說小販呢 又很正啊 因為呢 香港有很多的街頭小食呢 就是由旺角開始 你們在旺角最喜歡掃街掃什麼東西吃啊 魚蛋 魚蛋 咖哩魚蛋 還有呢 滋醃山寶 還有呢 蘇摘魷 蘇魷 臭豆腐 臭豆腐 說過香港呢 其實都中了不少些什麼 米芝蓮街頭小食有很多得獎作品的嘛 其實呢 那些街頭呢 本身不是入鋪的街頭來的 真是一條街的街頭來的 譬如說呢 香港很有特色的 車仔麵 你知道車仔麵 你說的名叫什麼 是呀 那些臭豆腐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臭豆腐呢 其實呢 有很多香港的街頭小食 和香港的發展歷史很有關係 臭豆腐麵臭 是因為呢 以前香港啊 六七十年代 大家打工很辛苦的嘛 吃頓飯 其實和現在都差不多 十五分鐘就要吃完的了 最快手是什麼 這裡骨D 那裡骨D 這樣 三分鐘就可以做到碗麵出來 這樣就快快手吃完 他就要走人 開工了 那所以才爛爛爛爛 其實呢 譬如說 雞蛋仔啊 又或者是 其他一些糕點啊 那些呢 其實很多都是因為 這些這樣的背景出現呢 是因為 香港人 很努力打工 搞到連飯都沒得好吃 唯有苦中作樂 短短時間吃餐好的 那就是我們街頭小食的出現 我們自己會欣賞 外國人都會欣賞 所以香港呢 有什麼米汁連街頭小食 但是我們見到 香港政府會不會欣賞呢 不會欣賞 不會欣賞 即是呢 在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在這裡都應該可能有些認識 你有沒有印象呢 電視經常都播一個廣告的 就是有個肥仙大隻 穿著菊花牌背心的叔叔在剪牛雜 記得那個廣告說什麼 是呀 煙頭 吊著煙頭 那些煙灰掉到牛雜那裡 他又在那裏剪下剪下剪下 之後下面有些什麼經過 有老鼠經過 很害怕 他描述到 俗食小販很髒 搞到你吃了 就一定會肚痛 同時之間 一方面營造到小販很髒的形象 另外一件事 其實他在政策裏面 是搞了很多的規限 是逼到那些熟食小販 必須要入庫才行 大家可以想像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不覺得 以前七八十年代 在街邊刀串魚蛋都好吃 現在的魚蛋很多很多 你看雞 那些雞蛋仔 現在雞蛋仔沒有雞蛋味 全部的原因是什麼 你想想 一底雞蛋仔十元 他有四元五元在店裡 如果你在街上那裡 不用那麼多錢的店 雞蛋也多放幾隻 一定是 要逼著 要降低你食物成本 去教店 我們見到 香港政府就是 很不懂得 去珍貴 我們自己香港有的財產 我們的好的東西 我們 譬如今次說麥花神虛 政府就好像 回應香港人的訴求 那樣 剩下幾檔東西給你 40檔給你 在球場那裏 但是他其實很由上而下 我們說 你看看地圖 在旺角什麼地方 OK的就刀下去 其實之前 沒有做過地區諮詢 在區議會也沒有討論過 一開始第一個說 就是跟記者說 那 雖然我們都會覺得 花神球場 很近 在那邊 都好像幾適合 我們走過去 這裡走過去 五分鐘就可以到 但是周邊 有些街坊 都會擔心交通 其實都可以理解 正正反映了些什麼 我們以為好的地方 其實都真的 不只是我們覺得好就可以 是一定要街坊覺得好 才行 然後 最終在區議會那裏 拒絕了 政府現在 直接說 我們都不打算搞別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見到 未來 幾個月之後的新年 我們又不知道在哪裏 趁虛找好東西吃了 而 無論是在空間上面 另外就是 其實搞不搞得成呢 那個食物牌很重要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廣告 其實自此之後 就 食物牌 就收緊了很多 就算今天 我們說要搞熟食區 政府都一定說 哎呦我們很怕吃到市民肚痛的 那你問我 我又不是很怕的 好像 說著 去酒店吃東西都會有機會肚痛 而更加 其實呢 那個更加緊要就是 我們都會見到在政策上呢 是很過繩的 在食物製造方面 在香港好像很嚴謹的 食物製造要有個地方 那個地方要有食物牌 就算食物運送呢 都要有規限的 那呢 那呢 還要食物是去淋給人吃之前呢 那個 就是有什麼條件呢 又有規限 好像很嚴謹 但是呢 根本現在呢 就追不上時代了 之前大家有看電視 有說到那些網購 網購海鮮呀 網購魚山呀 網購三文治的 這些呢 網購的東西呢 就完全沒有管的 你想一下 你 沒有東西 高風險過山豪魚山吧 但是這些就完全沒有規管的 但是呢 在你面前煮的街頭小飯的小食呢 那些就很嚴格規管 那是不是很矛盾呢 為什麼有些 在網購上面搞定的東西 就沒有人理 但是在你面前做的東西呢 就管得這麼緊要 其實見到呢 是很過時呀 我們想提倡的就是 跟以前不同 其實現在很多小販呢 都是很重視跟熟客之間的關係 吃到熟客肚痛的話 他第二天不來光顧你 小販就更嚴重 那這樣的話 其實是不是可以 是去做一些的 叫做小小的規範 其實小販車 是不是都可以去規格 都可以 就是安全一些 做到一些功夫 令到大家又吃得安心 他們又可以做到小生意呢 甚至是說 其實呢 很多人呢 無論現在年輕人 都很喜歡煮食的 那其實 現在打工 經常都要看學歷 但是煮食 不用看學歷的嘛 我們是不是可以 街坡可以自己 在家裡煮食出來賣呢 這樣的話 就是不用 上一年多 就要是在酒樓洗碗 要是在茶餐廳做樓面 那麼慘 我們可以在家裡煮我們 厲害的食物 然後出來賣給街坊 去吃 這樣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維新的方法呢 所以我們是很提倡 說香港要有熟食虛 是因為無論對於基層來說 真是一個好的維持生計的方法 而且對於我們 喜歡 口丟的人呢 都是一個吃到好東西的方法 分享著這麼多 謝謝葉寶林 跟我們說這麼多的地道美食 一說已經很開心了 對吧 如果真的有個虛視呢 好 到毛孟靖議員講一下 你又怎樣看我們的虛視政策呢 謝謝 大家看很多的 謝謝 大家看很多的舊的電影 都見到香港是有虛視的 無論是西方 或者是我們本土的電影 但是 現在一路是色微 你說虛視政策呢 我是有些悲觀的 但是未至於灰心 梁振英政府 不過他還有幾個元 希望 希望 打倒梁振英 一定 打倒梁振英 好不好 打倒梁振英 不夠聲 打倒梁振英 打倒梁振英 他經常說香港不夠地 我只是看到 我們遠一點那邊 長沙灣 長髮街 是 那個 一時間 李政屋邨 對開那裡 那個露天街市 他是虎視眈眈的 他是直接想清酒的 那裡雖然熟食 也當不是多 但是他是想清酒 要來起樓的 給人住 或者是要來商用等等 不知道 但是 香港的虛視 是一個 真是一個永恆的問題 過去十年 你知不知道 我們那個所謂領展 現在 以前叫領匯 那個商務 的租位 那個租 加了多少 過去十年 加了八成六 你人工有沒有八成六 差不多一倍 但是與此同時 大家也可能沒有這些秀字 貴臨夜市 由初初的六檔 差不多 就加到三十六檔 這個本來是混然天成的 為什麼呢 他們做不到 鋪租等等 自己推車出去自己賺食 但是 我們講得公道一點 事實是 我自己也收過很多 貴臨夜市 上面 住客 租客的投訴 衛生 噪音 還有 公共安全 事實是 即使我們現在在說話 上面的 租客 住客都可以投訴 事實是有噪音 星期日來 大佬 吵怨巴閨 所以 我們盡量 我們不是每天在這樣搞 但是 但是 虛史 事實是一個社會 我不會說靈魂那麼誇張 但是我們 有一個生命的一部分 你真的這樣趕盡殺絕 是做不到的 花園街 曾經有相反 我認識的 急叫 救命 消防安全 檢查 是食環署的 下雨 他叫他收起那些炎盆 他賣那些銅裝 都濕了 救命 打電話去食環署 吵圈巴閉 對不起 對不起 有些誤會 食環署說以後都不會的了 喂 你真的要有人跟你出聲 他才能救到你 以後有空 你知道 巡檔是很型 那種 城管的姿態 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你說來講去 你相反 跟我們當區的居民 可以怎樣並存呢 我們是有過了一些建議的 喂 你不如雙經局都負責 不只是食環署 只是說衛生噪音 好像不算好東西 是一種負面的態度來看 我們正面一點看 雙經局 這個卡件書負責 那件事呢 他有空理你 他跟你講美食車 我一樣是吃咖哩魚蛋 但你叫我在美食車買 不知道為什麼 寶林都說很假的 我覺得真的不是香港的東西 但他們就極力推薦這件事 我們也說學一下台灣 台灣那裡有相反的 自我管理局 有種協會 大家 譬如桂林夜司 嚴曹 小聲一點 大家不要沉沉沉沉 不要太重圈 衛生那些事 做完沙咖 收盪 大家針得好些 做這些 藉口又不頂不掉 民政是可以幫忙做的 反過來他是禁制你的 也都是 學一下澳洲 我們上一屆 是有一個小反虛史政策的 小組委員會 講了一整個 建議出來 澳洲墨爾本 有長短期租約 相反很開心 又是遊客重點 本地人都時時去買東西 等等 這些我們是做不到的 到今時今日 我們就看到 剛剛那個旺角區議會 說不給麥花審 球場 就要來做農曆新年 那個虛史 他投票反對 雖然投票差距是少少 當然他們會說 就是附近的 那一大的居民 那些法團 主席 不妥理 那就叫區議員 不要啦 不要啦 那就聽話 不要啦 但是 這個永恆的問題 就是擔心 衛生 噪音 滋擾 click click 是不是真的完全做不到 這個政府是不想做的 每次在立法會 債托 講了一大堆話之後 投票 隨時輸的 大家要保住 劉小麗 再少一票 我們真是腳軟的 千萬大家 精神上也要支持 請大家精神上也要支持 行動上 法院有什麼 聆訊的時候 請大家幫忙出現 好不好 好 我們是 虛史這件事 劉小麗是非常主打的 大家如果是真切關心 更加要幫忙保護她的議席 我先說這麼多 謝謝 好多謝 Mr.Mo Mr.Mo真的很厲害 短短一番話 很多層次都是分析到 但是有一件事 我真的很不同 同一滴魚蛋 在未吃車 在未吃車買 和在小販車買 是真的差很遠的 差了的是什麼呢 就是人情味 這件事是我們香港 真的被政府壓迫了很久 而我們真的慢慢流失 而我們是很珍重的一件事 那個魚蛋 如果是小販自己弄的 你跟他談 我要加辣 我要多一顆 那件事 我們一說 就會覺得很開心 他都會很自豪 你去這麼喜歡他的魚蛋 但是如果在未吃車 這麼貴 一百萬 那個做的人 肯定不是老闆 他根本完全沒有資格 說給多一顆 還是給少一顆 還是怎樣 我們只不過很黑板的交換 那件事又怎麼會有人情味呢 所以我真的 我自己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光顧小販 因為這件事 就是我們能夠和別人交流 在香港陌生的人之間 建立溫情的其中一個方法 所以很希望 很希望大家一起去爭取 我們虛視政策 能夠重新落實 那我不說那麼多了 我要交給郭醫生 郭醫生很好 今年就是我們虛視小組的動議人 很關心虛視政策 我也想去說 首先多謝小黎 因為如果沒有小黎在這裡 推動這個虛視政策 我相信這個政策 未必那麼多人不看 我想問一問大家 你最喜歡如果去台灣 你去什麼地方 是不是去夜市 有沒有人去過夜市 就是說去一個地方 你最想的 其實你就會選了夜市 我們來這裡 最想走哪一條街 風賽街 女人街 走過佐敦的 你最想去 行商場行漁畫 當然不是 行廟街 是吧 去深水埗 你會去西九龍中心 或者是阿表街 你當然是阿表街 是吧 所以其實虛視呢 是屬於每一個人 我年輕的時候 二年級 第一次 蹲在地上賣公仔書 都是在街市 那時候是叫虛視 在石結尾七層大廈外 外面有一些空地 平時有一兩個老人家 在賣那些 瓦仔糕 還有一些 啫喱 以前啫喱都要買的 在街市 因為不是每個人有雪櫃 所以就買啫喱 魚蛋 那樣 年輕人 就是小朋友 賣什麼呢 賣公仔書 那時候我們把那些 剛看完的公仔書 訂出來 一定有人收拾的 一元回來 兩毛錢賣出去 都幾 幾慘的 不過起碼有兩毛錢收 就走到旁邊 就馬上洗掉了 其實所有的虛視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人情味 是我們的集體回憶 不過是一個很重要的 原來呢 它是一個經濟最大 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是講台灣 台灣你知不知有幾多個 是一個小型的經濟 所以台灣呢 它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小型的經濟 它有很多 它未必有很多的經濟援助 但是你會見到很多人呢 它都可以從那個小型的經濟裡面 賺到食 2009年呢 英國有一個 業會呢 是那些叫做 叫做 相反協會 它特意做一個研究 它說整個英國呢 它最想做 那個協會要做 就要做好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街邊蕩 虛視 那麼我們看看那些數字 都幾幾 幾重要 因為現在政府呢 叫賭米 知什麼叫賭米 就是有錢呢 就不收拾 還要訂出去 在英國 整個英國裡面呢 它有 2,100個虛視 2,100虛視裡面呢 有4萬6千個蕩口 埋養了9萬多人 9萬多個就業 英國的人口 不夠香港的10倍 但是它有9萬多人 你知道它每年 做的生意有多少億嗎 整個英國 做的生意 是76億萬磅 就是說七百多億港幣 如果我們有 十分一 都七十幾億 七十幾億是一個很大的數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數呢 就是因為原來很多的 本土的經濟呢 在那裏起的 我們很想呢 就是說 有個機會 其實虛視有很多種 剛剛 趙善彤和寶林已經說了 是不是 就是我們有 吃東西的虛視 有 其實有些叫 魏虛的 大家都可能 很多些 年輕人 是 將魏虛的東西 變了它將來 有機會上市 你知道現在政府經常發夢 叫那些年輕人 喂 你要創業 你呢 一定要有創作力 你做很多東西 他真的 真的不知 你試一下去問一下 現在幾錢 一個一呎租 是不是 講的是一百幾十塊一呎租 那些年輕人 怎麼做 怎麼把自己的創作拿出來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魏虛 因為魏虛坐在那裏 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產品 不經過剝削 賣出來 還有很多 我們經常講的 天江虛 在天水圍 因為我們 我自己最熟的區 就是最窮的 天水圍 和東涌 天江虛 賣的東西肯定多 現在政府 經常整個 天秀虛 你知不知道 有沒有人去天秀虛 沒有人去天秀虛 天秀虛賣的東西 沒有人要的 因為它不准賣食品 不准賣凍肉 不准賣菜 什麼都不准賣 賣什麼 賣沒有人買的東西 所以 其實虛視 對於香港來講 其實是救我們的命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第一 我們很多人 我們小朋友 年輕的時候 那些家裡 一屋養 五六七個人 就是靠一個檔口 現在你行不行 現在不行 你知不知道 現在領會 領錢一呎 街市多少錢 你猜 豆腐檔 三萬 魚檔 九萬 最近 就是那個 啟德 啟程 村 街市 一呎 四百元 四百元一呎 一百呎 四萬元 賣磚豆腐五元 賣多少磚豆腐才賣到 所以其實我們 在很多商場買魚蛋 是交租的 剛才我才刺了一串魚蛋 好不幸 可能一半是交租的 那裡的檔口 可能十幾萬一個 所以 如果你是要令到 我們真的可以 不用被人剝削 我們是有機會 是有些人 可以有些少型的經濟 還有 我們對社區 有些歸屬感 其實虛視很重要 有一件事 政府行得很錯 他真的要做 叫從下而上 麥花審 從下而上 就問那個區議員 你知道區議員 我不想說 大部分都是民建聯 建制派 第一件事 你猜是贊成還是反對 當然是反對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我要有虛視 不過不要在我樓下 他千萬不要在我樓下 但是他在隔壁街 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有虛視了 即是 如果要做一個虛視政策 如果你交給一些 水平甚低的 建制派的議員 我告訴你 你是做不到的 實死 所以要做好一個虛視 其實全世界 就算在英國 台灣 你知道甚麼要做嗎 是政府有一個政策 政策就是 我們去做虛視 然後區裡面 要找點點去做 還有會帶來一些好處 因為為甚麼呢 那些虛視有收入的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但是 當然現在的收入 就去了政府庫房 去了梁振英那裏 派米 派給建制派 保皇黨 但是如果實際上 為甚麼英國 為甚麼台灣要做呢 因為他們有收入 收入給社區 而社區是給所有 整個區裡面的人 共同去享用 所以最重要 我們要的政策 真的由下而上 就不是交給區議員的 因為死硬 還有政府呢 根本沒有做事 因為如果你要的虛視要做的話 我舉個例 你在九西 每個選區都有一個虛視 我就不知誰會反對 尤其事上 每個選區都值得的 因為所有的虛視 無論大和小 你是去服務你這個區 你說你那個區很厲害的 好像西九那些有錢老區 九龍塘 他旁邊都有個地方 可能 你的區 我不是說你有錢老 我說你的區 他是 我不是我說的 你也有些東西賣甚麼呢 舉個例 賣修理電器 賣整甲 賣一些他要的東西 九龍塘 也可能有些他對的東西 那可能去到深水埗 你不要搞那麼多了 我最重要 買磚豆腐便宜些 賣一些菜新鮮的 還有不要被人搵份 所以其實區區都應該有這個虛視 也都是每一個選區都有虛視 不過要做這件事呢 有一件事 一定要支持我們民主派 還有小麗 因為我們星期三 虛視小組也說到開口了 都是希望 星期三 就要推小麗做主席 大家記住 但是這件事重要 不是小麗一個人 是所有民主派 或者有些建制派 有些良心那些 我希望 都是希望香港 做好我們的政策 不是只是益 不是只是益賣東西那些人 那些街相反 整個社會 還有你試試上 旅法局 我們叫遊客來香港 看那九個虛視 有些真是很差的虛視 金魚街 其實不夠美的 那些很多街道那些 其實最多人去 你叫遊客去哪 他自動去廟街和女人街 因為那些才是最有生命力的街市 好了我現在問大家 如果大家說要區區有虛視 誰 但有沒有人贊成 贊成 區區有虛視 我們希望做下去的政策 就是區區有虛視 全港都有虛視 說著那麼多 謝謝 好多謝郭醫生 好多謝四位嘉賓 其實在這裏 我覺得大家都會感受到虛視的臂力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這裏都是一個虛視力 但我們就是一個 以正的 我們是一個交換知識的 討論的虛視 其實是同質的 和很多的虛視 最大的特徵是甚麼呢 我們可能不是很熟悉大家 但我們能夠面對面交流 有時是交換藝術上面的感覺 會危去 有時是交換食物 交換貨物 有時是交換意見 這些就是我們建立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建立社區關係的一個方法 是吧 每次星期日 在街頭論壇之後 我自己都覺得充滿力量的 因為就是人和人的關係 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溫暖 但是 這麼久以來 我們的政府 就是全力打壓 我們小市民的生活 令到我們的生活 被這些大財團 被領展完全壟斷 我們進去商場 逛街冷冰冰 有甚麼好呢 跟郭國醫生說 去深水埗 當然是去鴨寮街 是不是 來旺角 當然是來菜街 我們就是要回這份感覺 當然 有很多人會覺得 隨街都是小販 都真是影響軌距的 是吧 大家喜歡擺甚麼就擺甚麼 都挺危險的 那究竟 怎樣去規管好這件事呢 去令到大家都覺得舒服呢 這裏就值得討論了 而目前我們最值得討論的這件事 就是過年就快來 其實每年我們都很想下去掃街 這個是民間很大的訴求來的 但是這幾年 就是民建聯的區議員 全力打壓我們過年的虛視 這個是真的 是食環署自己都說明 其實他們想開眼閉 不想執法的 就是民建聯的議員 一力要他們 一定要去清招我們的過年的虛視 所以他們很虛偽的 在立法會他們就說 不是呀 我們有到處去找的 看看哪裏的虛好的 其實他們試過一次這麼多 是政府叫的 在豐樹街那裏 然後失敗收場 不知道完全搞甚麼 但是 除此之外 他們就是無論甚麼時候 都是全力打擊我們的虛視的 以往幾年的過年如是 今時今日 政府自己都想放寬 在麥花省球場搞 他們都是如是打壓 所以這些就是身體最誠實 口講幾多都沒用 根本他們就是全力去打壓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好好地去想一下 我們要怎樣一起去推動 一個合理的虛視 怎樣在新年裡出現 尤其是這些熟食虛 所以我很想幾位嘉賓都去分享一下 你們怎麼看呢 過年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有這些熟食虛視 然後最好是怎樣去做 我們民間怎樣去配合 以及要求政府 是怎樣去做好這個虛視呢 不如都是趙小姐講一下先 好 好 大家都站起來 我站起來 剛才說了很多 我想很多朋友擔心熟食虛的出現 無論是議員說也好 或者附近的居民說也好 炸臭豆腐 炸大腸 吃一串就正 但是你看到它成鑊滾油 在街上推啊 會不會有些油錢出來啊 賭卸鑊油又怎樣啊 我想呢 過去呢 我們太久沒有試過合法幫襯小販了 所以呢 大家一想像呢 就是大家 哇 幾十輛車衝鋒陷陣啊 在街上啊 走鬼啊 被食環追啊 那些油當然會有機會賭卸 所以呢 我們之前呢 和小禮一起都開了一個聯合記招 就是說 喂 你可不可以過年的時候 就被他們合法在這條街 某一個特定的位置 去做一個熟食虛 去迎合回香港 在農曆新年想下街 吉串魚蛋這個願望啊 這樣 我們一眾團體呢 其實都建議了 不如就在 朗豪方對出的那條馬路那裡 就封了一個特定的時間 他好像行人專用區那樣 只是農曆年初一 和到年初三這三天 是晚上某幾個小時 可不可以就放寬 被那些小販在街上做啊 這樣 那接著 高永文說 游下而上 但是他問都沒有問 就說 No 不行 是的 那究竟這個游下而上 是不是真游下而上呢 還是其實都是高局長 一言堂 話了是呢 那我猜呢 其實無論外國也好 或者我們自己在香港呢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來 都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或者做法 是可以去參考的 譬如美國呢 其實有一條叫做 California law 就是講明那些 在家生產的食物 只要你在買賣的時候 你自己放個牌在那裡 就說明我是自家製作的 這樣呢 就可以合法這樣賣了 那當然啦 一定啦 是一些低風險的東西啦 譬如你奶淚啊 那些容易變壞的東西 當然是不好啦 但譬如曲奇啊 那些呢 其實他是有這個某程度上的放寬 原因呢 就是說 其實你都告訴別人 你是在家生產的啦 那那個人仍然給錢你買 就是他自己的選擇權來的嘛 但現在呢 在香港呢 就是因為一些過時的牌照啊 令到呢 現在我們想在街頭裡面 吃一些多元化的美食 一些本土特色的美食 一些傳統的東西呢 都不行啦 譬如呢 我們在過去這麼多年 在不同地區裡面搞虛史呢 想搞一檔 做食物的話呢 食環處都問你 喂 你的食物從哪裡來的啊 你生產食物那裡 有沒有持一個食物製造廠的牌照啊 你賣食物那個地點 有沒有是 規格是 持牌的啊 那我們問他 喂 到底持牌有些什麼要求啊 原來呢 無論風 火 水 電 四樣東西呢 都要符合要求的 又要有防火板啊 又要保持溫度啊 但是呢 政府呢 又沒有配套啊 如果大家有去過台灣 如果大家有去過泰國 在街頭賣熟食呢 你會見到呢 他們擺檔的位置呢 好像沒有規管 但其實又有啊 你會見到呢 內不內幾檔呢 就會有個水龍頭 是給他們洗東西的 內不內就會有個渠口 給他們倒污水的 你會見到呢 在商場對出呢 會有條黃界的 在泰國一些很高級的商場門口 你都會見到 就是在那條黃界後面 你就可以擺檔了 那我們說 我們想要熟食虛 我們想要虛市 都不是一種放任的政策 任由那些人 你喜歡在那裡擺都可以 不是這樣 而是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在一個特定的地點 定時定點 給街坊合法的買賣 而且他們是要登記的 那這種方法呢 就不會出現 大家很擔心那種 滾油錢到周圍都是 因為他不需要走鬼了嘛 他不需要走鬼 就不會發生意外 現在之所以大家擔心發生意外 就是他真的會走鬼 另一個說法就是 喂 你們很不符合使用 你們影響使用 我問你 如果你 整個小販車 隨時被人充公的 你會不會整到美流不美換 我當然不整 我當然是整個 總之推倒出來就算了 但我告訴你 如果你的車 是不會隨時被人充公的 你可以長遠去做小販的 你會不會花心思去整好自己的車 你當然會 你當然是想進方法 令到車有這麼漂亮得這麼漂亮 去吸引客人 所以我猜 現在最大的問題 都是沒有一個政策 我想說 另一個回應 剛才說 香港真的沒有地 現在周圍 各個部門都說要找地 又說 蓋房子又說要找地 又說蓋房子又說要找地 又說蓋房子又說要找地 好像沒有地 但是我們由十月尾開始 發動了一個全民穩地的運動 即我們是一些小團體 其實已經有很多市民 交了很多可以扮虛市的地點給我們 現在我們已經收集了超過一百幅的地方 是可以做虛市 當然不是所有地方 好像天守虛這樣撥了出來 就一早做五年 每天都做 不是這樣 我覺得虛市是很多元的 有些是時段式的虛市 有些是假日式的虛市 有些是季度式的虛市 就融讓那個社區裡面的街坊 去討論他們需要一個怎樣的虛市 我們過去曾經找過一班 即是規劃師 設計師 去就住我們如何建立一個游客 真正游客而上 真正游客而上的虛市 其實只要有得談的話 大家都是前提支持虛市 只是在一些執行上面的東西 譬如衛生、噪音、通道 這些仔細執行的東西上面 是有意見的 如果有一個平台 是可以促進不同的持分者溝通的話 我覺得虛市的發展一定是可以向前行的 所以政府一定要設立一個虛市政策 有一個虛市的用地列表 講明哪些地方可以給團體借用來做虛市 第三就是要有一個跨部門的政府平台 去處理那個虛市的申請 不要令到現在團體 逐個部門去走訪 走十幾二十個部門才搞到一天的虛市 這樣是很襲愛整個虛市的發展 很希望葛醫生、小禮、毛議員 接下來在議會幫忙 在這三個部份努力 謝謝 其實我們是要給多些掌聲 叫善情小姐 因為大家看到 其實他們在民間做功夫 是真的完全是自己出心出力 義務勞動 這些不是他們的政績 他們真的做了很多的研究 出了很多力 去令到虛市政策能夠推動 小販能夠去找到他們的生計 你看看他們其實是做了很多的研究 這些條例都很清楚 也都去鑽咚鑽 去看看我們民間可以怎樣去配合 是真的傳賴這些民間組織 是背後這些熱誠的付出 真的要給多些掌聲這些民間組織 好 謝謝 請葉寶林又說過年你怎樣看 我本身也是我支持平民美食車的成員 其實過去那一年 我們都嘗試搞過兩次的 街頭的平民美食車的熟食區 一次就是在銅鑼灣的東角度 另一次就是在窩八公園那邊 就是銅鑼灣 是有麻地的雲南里 我們每一次大概都有十來二十架 那些單車改裝成為後面的箱 然後攤開來 就是可以有東西吃 我們試過很多款的 就是由普通的糕點 到魚蛋 咖哩魚蛋會有 甚至上一次其實我們都很厲害 有一個單車磨咖啡豆的咖啡 還有一些酒加梳打的飲品 就是不同階層的食物都會有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很新奇 在香港見到這些單車的美食車 可能大家有時候在商場會見到 前排在家樂坊那邊 對出都有一架是去賣手工啤酒的 但是如果是說合法在香港 就只能夠好像在商場門口 才會見到有 但是在平時 我們這些地方就很難會有 原因正如剛才趙善廷所說 其實真的要合法的話 是要經過很多部門 普通的小販根本就不可能可以做得到 而且就因為要走鬼 雖然貌似單車走鬼很方便 但是其實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走不成都會被人充公 當然令到那些小販 要降低他們的 這個木頭車的成本 隨便做幾塊木板就最便宜了 但是如果當你是可以合法的話 那當然是 我問10個小販 10個都說 我當然是願意丟多幾千元 甚至過萬元來去整理這麼一架車 整理這麼一架車都多些人幫襯 對吧 所以我們那個印象就是 走鬼很危險 油彈來彈去 那架車很難殺 小販物都很難殺 其實很主要的原因 因為要走鬼 因為是非法 所以我們也難以花太多的錢下去 所以早前我拆平民美食車的朋友 有很多都是設計師 一些單車的設計師 本來兩班是我們做社區工作的 他們是設計師 本來不緊張的 但都一起走在一起 是因為我們都很珍惜香港的街頭美食文化 我們之前都有做過一些民間方案 如果真是搞熟食虛 可以怎樣搞呢 我們都有參考過一些外國的經驗 其中一個可能大家都有去過 大家沒有去過台灣的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有沒有去過呢 都是很典型 好像台灣的夜市 但你留意一下 其實他們是故意搞了很多基建 是令到那條街是規整一點的 一個就是它平時的坑渦和油污的坑渦是分開的 是兩條坑渦來的 令到其實平時那些小檔的油污 就不會和平時的渦混在一起很容易失渦 分開了的話呢 就令到失渦的情況大大減低 就不會說一落雨的時候就會水浸或積水 我們用了這個規劃方法 另外就是他們有些檔 直接自己在頂上弄上抽氣機 抽氣線這樣 就是令到那些不會積聚那些油煙 等等呢 他們也有一家店 零下夜市有很多街都是上百年的小店 一百年的小店 它呢 簡直是他們商會 有一家店就是製作了一個流水宴 千年流水宴 就是因為呢 每一間一百年 一百年加加了一千年 他們製作了十幾道菜 就是搜集了整條街的超過一百年的老店 的出名小吃 就成為了邀請其他遊客可以去他們的商會 吃他們的千年流水宴 你是它作為吸引遊客的方法 其實我們做了零下夜市的商會 是做了很多功夫來做這些規劃 另外我們之前如果大家都有留意 政府不是有一個美食車的 即是百萬的美食車 我們也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香港不是很適合這麼大型的美食車 香港本身的小販車就是平民美食車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香港有一些政策 是可以改一改 是令到本身的平民美食車的小販車 是可以都可以美食車這樣做 其中就是我們也有參考 例如Signy 都是會有一些美食車的 他們的方法就好像泊車的泊位 就定義不可能是挖定一些地方 在士郎街可以 公園可以 又或者海賓公園可以 可以挖定一些特定的地方 就好像泊車這樣 我早一輪就預訂了 未來這三個月我想要這個位置 大家會知道有些什麼 野食在哪一個地方 而那裏也會留 近這三個月的野食和下三個月又會不同 大家又會試一些新的東西 也容易一些去規管 其實這些都是可行性的方法 但很可惜 在香港現在才爺講的美食車 就只是在那些海洋公園門口 跟露天的冬孤庭不分別 其實那個效果根本就跟我們想像的 香港本身有的美食車就很不同 所以我們都會認為 如果香港應該要搞熟食區的 如果熟食區那種的無類空間規劃 其實我們都可以 想像回台灣夜市就可以了 我們是否可以 可以提供水的 可以提供電的 還有是有特定的地方排污的 亦都是有特定的地方 還有這個牌照是定時的 譬如每半年就會去轉一次 令到更加多人可以進到場的 這樣的話有這些 當然地點是要由街坊 在那個社區裡面共同去認同 譬如我經常都會說 一個很適合的地方 就是這裡穿過隧道過去的 市郵街的停車場 大家記得以前那個停車場 是什麼來的? 沒錯 是熟食檔大排檔 有某區議員經常說 那裡聚了很多性工作者 在這裡 然後就說要斬了那個熟食檔 那些人來的 那些人會走的 那這裡就去那裡 但是那個熟食檔就沒有了 變成一些收好貴的停車場 那我們那個是否可以用回來 去做熟食區呢 那都是一個應該 本身就是大排檔 那裡是否應該要搞熟食區呢 其實有很多這些地方 我們都值得去想想 好 好 好 多謝葉寶林的意見 幾樣重點的 我們可不可以是經過街坊商議之後 在一些社區裡有一些拍位 可以降低門檻 令到真正的小販 能夠在那些地方裡 就是經營一段短時間呢 然後那個牌照又可以換給第二個呢 那同樣地 我們新年可以擺幾天的 那會不會是可以在一個臨時的牌照 臨時的拍位這樣去做 而經過街坊商議做得到呢 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提議來的 那我們其實虛市是充滿活力 也都是有我們民間很大的訴求的一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去 就是同心協力去做得好 我們呢 關心虛市的人很多的 你們見到嗎 樓上呢 我們這些穿白衣的大長 都很關心我們這個討論的虛市 我們告訴他們 我們這裡是充滿溫情 很安全 虛市是香港人 很熱烈的訴求 也都是可以很開心地存在 歡迎你們來監察 其實你們就是見到我們這裡 充滿正面的能力 希望大家同心協力 在旺角這個地方 能夠去樹立過年溫馨的氣氛 我們呢 亦都是交給九龍西的 當區的立法會議員 毛孟靖議員去講一下 你覺得過年在哪裏擺好呢 怎樣安排好呢 過年 我們要求了一個幾天而已 的虛市 就是賣一下食物 尤其是我們如果是自家製造 我們很多很聰明的媽媽 做雞蛋仔 砵仔糕這些 拿出來擺賣可以的 應該 但剛才善平提到 為什麼不行呢 是不行的 我清楚記得 上一次 上一屆的立法會 我們講的 小販政策的時候 那些官員說 大家要留意一下 食物業規例 因為第一三二章 就講到明 住處製造的食物 是不能作販賣用途 但剛才 保林也有提 網上也可以 這些政府 要改這條這樣的規例 如果要適切地 用在我們自己的小販身上 那又要票的 立法會是可以要求修改法例 訂立法例 那是不是不可以少 都留小禮一票 是嗎 是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打氣 打氣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講回農曆新年 我們要幾天的虛史 這個要求很卑微 放條生路 讓條路走 政府在懶 聽民意 麥花嬸球場 我一聽 我都覺得OK 喂 你那個是所謂 enclosed 就是圍起了的一個範圍 是很安全的 不騷擾人的 不准 又說由下而上 但區議會又不太理睬 但真的欠過一票 欠過一票 那就玩完 我經常以為區議會是資訊架構 本來 現在又有深煞大權 什麼都會說 政府什麼法例 不是說法治 現在是說人治 要玩你就玩你 他喜歡玩你就玩你 沒有解 但是 我們有提到 你狼豪方對開那裡都可以 而話不說 他就說 哎呀 那個範圍很難 我非常懷疑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猜 就是狼豪方 大業主 不是很喜歡 什麼 人家很高級的商場 你在外面賣魚蛋 是不是 就是狠狠 以話不說 他已經不用過區議會 他已經淘汰了 我知道有民間團體 是另外入了一些建議 或者是申請 就是在那邊 是長沙環 一些的 東京街那邊 但是你看看他們 我其中一個申請 我見到 真的是 他是將 他申請的位置 是中間有一條路 是不是東京街呢 我一時間就想不起 總之是斬開了 最終就是 這裏有一條街在 那邊就是十檔 這裏有十檔 喂大哥 新年去逛逛 怎會 這裏光顫十檔 麻煩過馬路 滴滴滴滴 然後過馬路 那裏有十檔 這個真是 不是很適合 但是大家你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小販政策 虛視政策 最大的漏洞 喂 今天被球場 又說不行 那裏 我們老毛坊對面 又說不行 那另外民間團體申請那些 他一個不小心說可以的話 但是可能那個成效 麻煩 就是光顫的人少 人流又少 那就是下次不用來 那什麼虛視政策 你又講完 所以這個政府 他什麼都是拖 什麼都是炸帝 你 你有什麼好的提議 就說 我們什麼什麼管制規例 第一百幾條 說你知道不行的了 要修改法例 需要時間的了 那看看怎樣 那講完就是沒事 即使又沒事 是令人很沮喪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 撐到底 是不是 撐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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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Miss Mo的意見 其實我們是 即是同心協力去找 適合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 其實過往民間組織 都做了很多功夫的 我們不妨這段日子 再在民間做多些 即居民的調查 看看他們的意見又是怎樣 我們很明顯見到 建制派的議員 是撐持民意的 他們說 居民都反對 究竟是哪些居民反對 多少居民反對 他們反對什麼 完全是不透明的 這些資訊 我們就不妨去問一下 居民的意見 大家去密識地點 就去找一個 大家都協商得到的 做的方法 我們根本就是 很大的民間訴求 過年人人都要去市 但是我們見到 我們的局長 高永文 就是用他的長官意志 一個人 現在有多一個男子 一個人就否定了 民間組織的種種意見 因為我們見到 其實當時是記者問他 有團體提議 你怎麼看 他立刻就說 不可能 是他自己 一言堂說不可能 我經常都懷疑 那些做醫生的 是不是有潔癖的 他是不是覺得 在街上 沒錯 我們要問一下 郭醫生 是不是真的 醫生會覺得 在街上 捉魚蛋 或者是吃那些 街邊的食物 一定不能夠接受呢 我們來問一下醫生的意見 郭醫生你怎麼看 有些醫生做了官之後 就用屁股指揮腦袋 那些都不知道是不是醫生 所以我也不理他 我剛剛才捉完 這個魚蛋 不過其實是這樣的 很老實 就是 是不是去到 虛市 或者街市 或者那些 檔灘的食物 一定差呢 我想 沒有這個關係 剛才我說 台灣31萬檔 我想我們光顧台灣的虛市 不知道多少次 很少 很少 是 中招的 不過呢 早幾天呢 有個很出名的 芝加哥來的餐廳 叫 Den Wines Den Wines 中文不知怎麼叫 就有了 還有這裡呢 這些大酒樓呢 差不多間間都中個招 我可以告訴大家 所以其實最重要呢 是你有沒有去注意到 你自己乾淨 為什麼台灣那些不會出 不會有事呢 因為他的檔灘 擺在那裡的裸牌 如果他呢 出一次事呢 你知道台灣那些網 和香港 比香港更厲害 整個 被人洗了板 什麼牛記牛雜呢 就出過事 那他以後 整個月都不用做的 可能下個月好些 就是說呢 其實任何人 如果你給一個責任 他有權去決定他自己 他一定去做到最好的 你有沒有見外面 現在那些魚蛋 吉魚蛋那些 檔口會有事 他知道一定要很用心 他會叫足 即是如果自己開檔 自己一定要乾淨 如果他有伙計 一定要跟大家說 喂 今年出不出商量 就是看看你那些 有沒有洗手 有沒有做好的事 第一呢 其實熟食呢 是乾淨過很多其他 譬如雪糕啊 冰那些 你知道熟食本身 是很熱的 如果你不會被他 倒死一些滾油呢 其實 那些油本身呢 就什麼都殺了 這是第一 第二呢 剛才說的商號 很緊張自己 最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他有沒有這個責任 如果現在這樣 政府 趕盡殺絕的 難聽些 又要走鬼 又要 我想有心做的 很多人是不敢去做的 但是如果正正經經 你是給他一個檔灘 他是要註冊 或者他給一百幾十塊的管理費 我覺得公道的話 他一定會做得很好 剛才說一下拍位 我三月的時候 就跟了立法會 去三藩市去看他的美食車 三藩市幾百架美食車 就不是人家那些一百萬的進場 沒有的 他就什麼人 你搞得定 那當然車呢 他要乾淨的 他有些車有些規矩 譬如車 那些污水 一定要在 他有個地方出 那些污水的渠 那些水進去一定要乾淨 還有他要衛生署 即現在的食欄署 他要檢查一下他的車 有沒有事 這些都要做 但是他拍位 就全國三藩市很多地方 譬如舉個例 因為賽街 大家都知道 就算日頭都不走 即有幾個被人拍貨車的 你都知道哪幾個位 這裡走出去的那些位 星期六、星期日都是 在中環 在尖沙咀 都有些這樣的街 話話落貨 但事實上 由早到晚都被人霸 那些位 那些就可以給他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尖沙咀 中環做的 不是個個李嘉誠 李兆基那些 如果我做份文職的 我下去下面 墨記 大字頭那些 整四十幾元 一盒飯 但如果有架車 是賣飯盒的 十幾二十元 已經賣到飯盒了 那我做中環有什麼問題 我尖沙咀打工 我就不需要捱貴 或者在旺角就不用 通街都可以吃 但很多 譬如銅鑼灣 很多地方 就算我是打工的 我都沒有地方買到便宜的 所以我們覺得 這一個 不是他肯不肯 不是做不做到 而是根本是不肯去做的 如果他肯去做的 美食車 平民美食車 檔灘 和我好同意 趙善彤說 區區都做 他們現在都要一百區 香港四百幾個區議員 如果你個個都做一個 哪有人可以反對 你自己三檔五檔 你都是一個虛市 虛市沒有說一定要幾多 一百個人 一百檔 二百檔 或者十檔 你是要給到他那個 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社區需要些什麼 他社區需要的東西 他虛市才能找到 那個虛市才存在 否則他全部倒閉 你試一下 倒閉 那些虛市賣的東西 不免費 什麼天壽虛衰 就倒閉 又或者政府整色整水的 擺那些 一兩日的試驗 那些實死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兩日 你不會去跟他玩的 是吧 你有你都不會去那裡 所以政府所有的實驗 實死的 唯有我們一定要爭取 過年那三天 有些人說三天有沒有用呢 我只有三天都要爭取 三天都要做 就是告訴他 虛市呢 是屬於市民的 不是屬於高詠文 不是屬於那些 是不是 我真的不相信他 沒刺過魚蛋了 不要騙我了 真是老實實 所以我們告訴他 我們今年 全民 都要在十八區 自己做虛市好不好 看一下你說到多少個 看一下你抓到多少個 好不好 我們就可以做好 每一區都做好一個虛市 告訴他 虛市是乾淨 有活力 還有所有香港人都喜歡的 好不好 我們一定要做 小麗都會做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撐小麗 撐小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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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一個深深的意思 他們就是 在裡面 是由腸粉大王 煎一些餃子給我們吃 什麼意思呢 就是為什麼在室內 我們生火 覺得是可以接受 很安全 很滑 車不動就可以了 但是一去到室外 我們就會覺得是 紅水猛獸 不管他是醫生 還是高官 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有這種 扭曲的想法 但是我們香港的市民 就是要告訴他們 小販不是紅水猛獸 熟食都不是 我們只是想開開心心地過新年 很簡單的一個願望 如果你覺得危險的 我們同心協力 去令到那件事變得不危險 其實那些民間組織已經是窗耳了很多 譬如每輛車裡 不如都有個滅火桶 一有問題 就馬上去 那便沒事了 你不去令到他們走鬼 那些滾油 當然是不會弄傷人 如果你覺得髒 我們就不如請多些清潔隊 我們自己都做了清潔 是不是 我們只是想彈球開開心心 香港人要過農曆新年 香港人要過一個開開心心的農曆新年 是這麼簡單 我們不要見到小市民被人打壓 我們不要見到很簡單的社區溫情 都要被人掃蕩 我們一齊同心協力 開開心心心過新年 好不好 不錯 多謝大家 那我們的教室 我們的論壇 一向都不是一言堂的 都很想大家能夠發表意見 那所以我都想大家 在場的 現在來到台下時間 在場的參與者都可以講一下 你覺得 長遠來說 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虛視政策呢 又或者更加具體了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急切的問題 我們今年的新年要怎樣過 我們的虛視要怎樣安排 就是 Hello 我想請在場的市民 去發表一下你的想法 給我們台上的嘉賓交流一下 有沒有人有意見 請舉手 有沒有人有意見 平時你們很熱烈的 你們今年覺得應該在哪裡擺虛好啊 想說 會再多久 先給大家看